杀的叉烧酱一般都是这种瓶装的 就是它会写着叉烧酱三个字 各种品牌 它的颜色是溜溜油 一般情况下我们一斤左右的肉 一般在家也不会烤很多 那我们就给它两勺三勺左右 然后五香粉就给它来一点 这个主要是让它出味的 让它肉变香 五香粉 然后糖我们还要给一些 这个糖加进去是干什么用的呢 是要让这个煮好了以后 就是生抽要给它来一点 这个生抽是要给到 略微有点那种酱油颜色的感觉 也就10毫升左右 不用太多 这边料酒 料酒是去掉给它去腥的一个作用 少量的一点就可以 这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给它拌均 一个最省事的 要做叉烧的话 家庭版的需要提前腌多久 会让它入味 我们可不可以 就是比如说做完之后 我们给它保存起来 然后享受的时候放微波露 一加热就可以 可以的 因为我们烤完了 如果吃不完的话 我们就用那种保鲜纸 或者食品保鲜袋 或者说是一个密闭的容器 给它放到保鲜箱里面去保鲜 然后要吃的时候拿出来 微波炉加热一下就可以 就是 加油的目的是什么 大厨 加油的时候是让它不要粘 再一个就是我们从微波炉拿出来以后 再次加热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也给它刷一点蜂蜜 这样子呢就会更加的好吃 对 它会其实越甜的话 它会越解腻 因为大家知道 其实有的时候叉烧 之所以要用五花肉 就是呢 就是担心 是不是担心如果纯瘦肉的话 它口感会太粗了 对 你如果说是用没有脂肪丛的 这种纯瘦肉来做的话 它那个口感呢会比较硬 比较硬 你看看那个瘦肉 如果烤到过火了之后 那个口感如同嚼辣 但是因为我们加了很多糖 所以说解了那个肉里面的肥腻感 同时呢 我们又通过烤 把那个肥油逼出来一些 所以这样口感才会软弹油筋形 火力是什么火力 烤多久 烤15分钟 拿出来要给它刷蜂蜜 好 刷完蜂蜜以后再烤5分钟左右 就可以拿出来 可以上烤箱 好的 现在我们的叉烧已经入烤箱了 一会儿就能吃到呢 刚出炉的这个叉烧肉了 但现在我们要把米饭炒一下 这边的米饭是剩米饭 家里面呢 如果说隔顿的米饭 其实做蛋炒饭最好了 是的 因为这个剩米饭呢 它的颗粒呢比较坚硬一些 对 它不容易炒碎 比如刚刚煮出来的饭呢 它比较粘软 然后它炒的时候呢 会比不容易炒散 那我们先在炒饭之前呢 先要把这个锦绣炒饭的配料 先给它炒熟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的要单独的这样子加工 饭是饭的 然后里面的搭配的配料是配料的 是的 配料呢 我们有这个胡萝卜 黄瓜 还有这个虾仁 鲜虾拨出来的 对 那这些配料呢都是生的 那我们在炒制之前呢 一定要先给它预先炒熟 好 不需要现在爆锅吗 不用 为什么不需要呢 因为它这个只是一个预熟处理 那么我们一般的话在家里面 大家都是使用一锅出 爆完锅之后扔下人 扔完下人之后扔素菜 然后就蒸米 就把米饭放进去 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这样单独去炒呢 其实呢 这个过程呢 就是一个可以用来焯水 因为呢 如果说你直接加上鸡蛋炒 和饭一块炒这些菜的话 那这些菜你是炒不熟的 胡萝卜比较吃火 而你这个呢需要很长时间 在这里面加上饭以后 它就会容易粘锅 明白 也就是说必须要它就是统一 单独加工成熟了之后 然后再混在一起 这样在锅里面的时间就短了 比较短 所以就能克服米饭粘锅的问题 对的 所以说炒饭先炒的好吃 配料要单独加工 这样防止粘锅 防止它粘在一起 对的 那这个胡萝卜现在油力炒一下呢 也会比较有利于它的营养的期出 对 那黄瓜下锅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给它简单的调点盐了 那这个盐量呢 要和咱要炒的饭的量呢 要搭配啊 不要太咸 哇 那个虾现在炒出来一些鲜的味道 都能闻得到现在 现在我们开始炒鸡蛋 对吧 鸡蛋要保持它的嫩度是吧 那这个时候呢 就要注意这个粘锅的问题了 那首先呢 我们要锅里加一点底油 这个油呢 不一定非要很多 只要能润过这个锅底来就可以 那我们要给它转转锅 让锅的底面呢 都有粘到油 然后懂得它加热 加热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就让这个油呢 有这种调纹的那种感觉 就是说我们在油出现调纹状的时候 代表的它是 它有一个竖项的调纹 代表的咱这个锅呢 已经是热到可以达到不粘的那种状态了 就是油温比较高了 对 就是锅的温度已经 锅的温度已经高了 因为我们这时候呢 需要再添加凉油进去 热锅凉油 是不是 然后呢 这个样子呢 我们炒鸡蛋的时候呢 它才会不粘 然后米饭也不会再粘锅了 也就是说 你看它信号就是看油的反应 倒进这点油之后 看油已经变成了这样子 一竖条竖条 就加一点凉油 这样子就可以了 有没有看到 像这样子 嗯 会有一些波纹 对 你看它的小波纹一条条的 对 然后就要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给它 来加点凉油了 好 好 鸡蛋 下去 这个时候呢 火力不要减啊 要让它大火 然后我们用勺子 给它旋转着来旋转 让这个鸡蛋呢 炒到起泡的那种感觉 哦 是这样子 这个时候呢 炒出来这个鸡蛋 炒出来这个油呢 它会特别的香 然后我们这时候 把米饭直接放进去 对 米饭放下去 哎 那么也就是说 这次我们油呢 要一次性把它补够 不然的话中途加油 就会生油的味道 对了 所以说呢 你中途不要加油了 这些油足够了 嗯 那我们为什么 这道炒饭里面 不见点葱花 在爆香呢 哎 这个葱花呢 一定要最后放啊 最后放 它才出来那个味道 是吧 哦 那我们下锅以后呢 先给它 把米饭给它压反 这样就是第二个方法 防止我们的米饭粘块 对 所以说你要先把米饭里面的水分 给它冰出去 对 你们看下边是一点不粘锅 没错 对 那我们这个呢 是热锅凉油 这个好办法呢 在铁锅里面也是适用的 就是你不管是不锈钢锅 还是铁锅 还是砂锅 热锅凉油都能保证不粘锅 好 那煎鱼的时候 大家应该以此来味道 对 再一个呢 你这个剩米饭呢 它比较凉的时候呢 它会比较难于把它压散 嗯 那我们怎么办呢 就把它放到微波炉里去 给它加热一下 有个两分钟左右 让它预热一下 它就会比较好 OK 压散 那我们这个炒散米饭之后呢 我们刚才炒的那些蔬菜啊 小配料啊 就可以放进去了 好 就是快出锅之前 那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它炒匀 嗯 哇 现在看到 柯哥现在是很饱满的 对的 颜色搭配 今天我们特别考虑红黄白 白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 这个什么颜色 绿的颜色 绿色 轻轻的颜色 最后再淋一点点葱花 可是我们为什么不加盐呢 这时候 哎 我们刚才炒菜的时候 已经加过盐了 这样 这样都比较什么事 小配料里放了一点盐 配料里面已经加好盐 添好了 对 那你如果说 直接往米饭里加盐的时候 它米饭它不容易炒匀 米饭它很黏 它会把这个盐粘在那儿 你炒不开 那我们把它炒到菜里面去 只要菜炒匀了 这个盐肯定也就半年了 明白 那我们为什么要最后放这个葱花呢 葱花这样子呢 利用米饭的这个热度 让这个葱花的香气挥发出来 而且我们吃到葱花的时候啊 它不是那种黏黏的那种葱花 而且还有一定的口感 怪不得 这样才有葱香味 不是说只有香菜是最后放的 葱花也可以最后放 真的是 一会儿的时候想象一下 我们的叉招肉好了之后 一口米饭挖下去 上面铺着甜甜的叉招 再来一口香香香香香香的蛋炒饭 这是什么味道 这是幸福的味道 观众朋友 也就是现在我们的炒饭炒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的叉招看了怎么样了 好不好 打开它 诶 屁里啪啦的 香蜗鱼有一些现在 对 它这个表面呢 它已经比较干爆了 对 它就缺少水分了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给它用蜂蜜呢 来给它封住这个表面 也就是说第一这个蜂蜜给它补味道 再者的话也是让它那个表面别太干 是不是 转一点 对 这个跟涂唇膏啊 是一个道理 是不是 对 我们经常做一些烤制品的时候 都喜欢在上面刷一层蜂蜜 尤其是奥尔良风味 对 对 这种蜂蜜呢 烤出来呢 一个保湿 对 再就是呢 能够增加它的亮度 对 亮度 然后看起来非常油亮 就是你看 有的时候叉招它都是那个会反光的 对 反光 然后让人感觉特别有食欲的样子 没错 就是 我们这边刷上蜂蜜之后 再烤多久 五分钟 那我们改刀的时候呢 要给它 啊 斜向的 给它 嗯 这样有一个 角度45度左右 对 叉招肉都切成这样 最后呢也奠于我们吃 差不多一口大小的这个 哎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它附到这个 米饭上面 饭上去 这就可以了 这就是 好了 漂亮的 叉烧 嘿